然後就在台灣那些電視新聞就大概就不幹了不幹了就有登出那個自唱的情況也希望就大家看一看 警察下午4點就趕到那個二次房間房間裡那邊只有那個被綁架就在那個房間裡就這樣那女孩呢也都給搭動了 然後那女孩跟警察說我來到進這個房間裡房間裡做女孩的這個社區這個中小學校長開會 保護學生安全 學生放學啊 老師也得送一送啊 而且啊 這家長啊 都很慌啊 因為當時不一樣的同事 傳說啊 是一個綁架保護啊當那個專長那個初中女孩子 所以說 一時之間呢 就跟這裏說 好看 空 grupp 可能 剛剛 你把你一片一片